喂 什么 这周超市不要开了 让我回去继续做保安 好的 绝对有完全任务 保安保安保卫一方平安 朋友们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伟人大厦 那么上一次呢 我在这个地方工作 虽然犯了一点点小错误 让一些伟人进入到我们这个大厦当中 但是这次他们打电话叫我回来 是有更紧急的事情啊 我们这个大厦进行了更新 有更多新的伟人 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厦 他们需要有一个 心愿非常足的保安 来守卫这个大楼 没错 那就是我 这一次呢 我们要守卫的大楼更加的不一样啊 直接去这个噩梦大楼里面去看一看 他不推荐新人保安 对不对 而且这次更难 伟人只要放进来 他们就会立马杀死我 而且他还说 邻居出了一些新问题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王嫂 李爷 是不是长得变样了 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小王同志 好吧 回到这个保安亭 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 这个保安亭怎么那么的 这个这个血迹斑斑啊 感觉这个地方进来了很多伟人 把之前的很多保安都杀掉了 而且这个显示器怎么还长眼睛了 oh my god who are you啊 您是谁呢 您是您是 我是在地球吗 他是这个星球圈的居民 出来引发一些噩梦 我们是到外星球上班了吗 他住101 噩梦设计师 厚礼线 24个手指 很多眼睛 小鼻子 我们看一看 24个手指 12345678 910 11 12 13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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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1 是不是在这个名单上面是在这个名单上面的 然后呢 他的这个 id 也没有过期啊 我们今年是1955年 他这个 id 是68年才过期的也是也是对得上的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他的 细节上面啊 手指上手上的这个圈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只要放进去一个伪人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的工作就不保了 鼻子也长得一样吧 我我看来些所有的信息基本上都对了 我们再打个电话 1152 看一下 房间里面有没有这号人 相信我的火眼睛睛 一个惊艳老道的保安 绝对不会出错的 好 这是他的室友接的电话 说他不在家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我我真的已经看了很仔细了 我觉得 最容易出错的这些手我感觉也是对的 下巴上也有一条线 那应该是ok的 那我确定 您是我们这个大楼的住户 好吧 你是一个噩梦设计师 希望你不要给我设计噩梦 我今天 放你回家 好吧 希望一切顺利 下一位 你这个就有点开玩笑了吧 你这都多长了个痘痘 这些倒是做的很像 都说了手是放在这个上面的 你外星人还想模仿外星人啊 说实话 找我这个经验老道的这个保安回来 真的没毛病 家人们 直接给他拉走 打电话 3312 处理伪人的这个组织 来吧 KPI来了 对吧 今天哥们给你拉10个伪人 全部都给他弄在一起 全部拉走 哎呀太棒了 清洁程序 完成了 是的 继续我的工作 我太爱这份工作了 上周在这个超市工作啊 实在是有一些这个 心理憔悴 是吧 宁宁室 先来看看啊 身份ID也没有过期 他是住在 0102 的一位住户 逃打者 他身上有15根针 突出的下巴 匹配的眼睛 锋利的牙齿 锋利的牙齿在哪里 先数数有没有15根针 123 13 14 15 OK 15根针确定了 眼睛眉毛呢 也是长这个样子的 耳朵呢 也是长这个样子的 突出的下巴 很突出 跟超人有的一拼 锋利的牙齿倒是没有看到了 2353 2596 8986 这些也是对的 这个 OK 再打个电话 2668 看他家里面有没有人接 是他室友接的电话 通过我的仔细检查 我觉得这位用户 他不是伟人 好吧 拷打者 他是拷打者 就是拷打 看视频 不点赞的这些朋友们 放你回去 好好的拷打一下 走好 又来 你们这个组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觉得这个好编造 是不是 来好几个 三胞胎了 给你拉走呗 以为哥们是吃素的 好的 辛苦了 辛苦你们了 又把那个 这个 这个 头上长手的人给清理走了 我就应该把那个一楼的祝福叫下来对质一下的 对吧 你是这个什么 噩 噩梦设计 是让这些伟人 好好的做一下噩梦 哎 我们看到啊 假冒伪劣的来了 看一下他有什么不同吧 123 910 11 12 13 14 15 确实 这个假冒伪劣的 长得还挺像 我说实话 我其实不用再看了 他真的长得很像啊 如果说他们掉一个包 没准我就把它放进去了 很恐怖的 还好是原先的主人先回来了 快来 继续我的工作 好的 没有问题 这个还挺高压的 我说实话 oh my god 网友熟知的面具背后男子的姓氏 他又来提问了 上一次也是提问的 那个人提问的是那个什么 关于宇宙的问题 网友熟知的面具背后的男子的姓氏 我不懂啊 而且这个肯定是要提交英文的 Jack 好不正确 没关系 再见 他至少不是个伟人 那这个老大爷呢 其实长相也有一些变化啊 感觉 略显疲惫 耶 绿巨人浩克 长得像一个卡通人物 0201 你的ID卡呢 你没有拿出你的ID卡 说实话 我有点不想把你放进去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伟人 有没有什么破绽 我们直接可以找出来的 卷发 细的眉毛 多处的疤痕 睫毛也是对的 耳朵也是对的 他们得拿ID卡的 你不拿ID卡 我离一律不会让你进去的 就是那么的严格 虽然我现在确实没有看出来 你跟这个上面有什么区别 鼻子上面几个毛 鼻子上面有五个毛 他眼睛好像有点不一样 一个是圆眼珠子 一个是一桶眼珠 他真的是 眼睛也是这个样子的 但你没有ID卡 我不管 严格 就算你不是伟人 我也把你抓走 好吧 我不能害了这个大楼的居民 虽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后面怎么啦 这后面怎么啦 那后面出现什么啦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大象仙人 他的ID卡没有这个过期 他是住在 0201的 而就刚刚跟那个人住在一起的 他是一个 神秘主义者 两根象牙 大耳朵有一个长鼻子 一个纹身 好吧 这些特征 我说实话挑不出来任何的毛病啊 头长得也像个大便一样的 三层 45698 9632368 好 所有的信息 我已经检查过了 目前来说没有看出来这个大象仙人 有什么异常 那我们打个电话看看吧 如果是他室友接电话的话 其实就证明我们刚刚的判断是正确的 OK 没人回应 他的室友可能已经被我杀了 那 我觉得你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问题 看不出来有任何的毛病 让你走 让你进去 不过这个墙上怎么会 钻出来一个这个东西啊 好吓人啊 难道是我把这个居民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女掘墓人对吧 把他弄走了 他也不会 让我干嘛呀 你在今天的这个邀请名单上 yes yes 哥们是做什么职业的呀 毁灭者啊 哎呦 哇操 我们这个大楼住的全是反派 我还得服务他们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纹身 四个向下剪头两个像 三个向上剪头 OK 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他的这个眼睛呢 略显得疲惫 跟这个上面长得也很像 有点帅气 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左柱的感觉了啊 哥们 是吧 再看一下你的鼻子 确实 也长这个样子 R-A-N-I-S 好名字也对 来 再检查一下这个身份证号啊 7-8-9-5-8-6-4-1-3-2-9-4 7-8-9-5-5-8-6-4-1-3-2-9-4 诶 都对上了 啊 都对上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再打个电话啊 4-2-4-2 严谨 对吧 你们得理解 严谨 室友接的电话 好的 确认了 不在家 好 放您进去毁灭者 您别毁灭我 感觉这个噩梦的难度还可以啊 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可以了 OK了 我说实话 这大娘 跟刚刚那个长得真的一模一样啊 刚我们打个电话了 他室友回去了 确实他没有回去 现在就是 得来仔细地判断一下 这个大娘是不是 那个大娘呢 眼睛也确实是这个 这个义童 他唯一的区别就是 跟刚刚那个伟人的区别 就是掏 掏出了这个ID卡 真的 986463213811 朋友们 仔细检查了一下 这位大娘呢 确实是我们访客名单上面的 也是今天的 就最后一位了 就他进去应该就结束了 因为之前 把假的给逮捕进去了 那你应该是真的吧 你也有ID卡 好吧 我真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了 再仔细看一下两个眉毛 那个左边眉毛高一点 右边眉毛低一点 确认 尔顿的形状也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头发呢 也是一个奥利奥的形状 放宁进去 因为他们家之前我也打过电话了 没只好人 啊 啊 什么 不会吧 有个邻居被杀掉了 完了 我把之前的邻居 对的那个给杀掉了 他为什么不给ID卡 名字是错的 我没有仔细看名字吗 就说你们起什么英文名 对吧 你们起个中文名 肯定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再玩一次 没有想到的 业主也忘记带卡的 让他出示这个卡 你不在我们的这个访问名单上呀 你住几楼啊 0204的小帅哥 啊 0204的小帅哥 吸血鬼主义 是一个吸血鬼 有疗牙 长鼻子 遮蔽的眼睛 短发 确实长得挺吸血鬼的哈 再打个电话 1346 OK 我知道了 噩梦模式 我们可以错杀 不确定 我就错杀 错杀 反正游戏不会结束 好吧 检查一下这个帅哥 确实没什么问题 好吧 你进去吧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 这位姐姐 你怎么也不带ID卡呢 我们现在不能说是不带ID卡 他不带ID卡 他不一定他不是住这的 你是住0104 确实有这么个姐姐 创造诅咒 三个纹身 好像就长这个样子 小儿尖的鼻子 六七个脚 也是七个脚 好了 朋友们 我目前来看 他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他没有带这个ID卡 然后这次呢 我又不能说让你出示ID卡 我这个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放你进去吧 我觉得是对的 OK 老朋友了 先打个电话 先打个电话 最简单啊 要不然看一堆信息 是吧 有些时候看漏了 然后打电话发现 确实没这好人 OK 我在家 T-A-R-A-N-I-S 7-8-9-5-8-6-4-1-3-2-9-4 好的 毁灭者 欢迎回家 检查一切正确 好像没有遇到说是特别夸张的这个外星伟人 目前为止 因为他们长得都很夸张了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实话 刚刚放进去是对的 对不对 我们 零一零四的 哇 这个真的就是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我说实话 我没有看出来这个 跟我们的这个原业主有任何的区别 太恐怖了 但原业主我已经放回去了 对不起 那你就是 假冒伪劣的 OK 清洁已完成 好的 问候凡人 不是你也不说你是住哪的 灵魂 是吞是折 脸上长那么多造皱纹啊 我要一道一道看有点不太现实啊 天灵盖是缝着的 大大的微笑1152 先打个电话问一下 没人回应我 你说这只带个身份证呢也是 就我现在 从这个长相上面真的很难去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原业主啊 我感觉你眼部的皱纹比 这个照片上要多一点 但仔细一看的又是差不多的 1234 然后下面有两个 1234 上面有两个 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看来现在 那信息啊都对啊 放你进去吧 家里反正也没人 0301的 您是一个什么工作 收集皮肤是不是啊 因为你 你没有皮肤了 你这个 有点吓人啊 眼睛发亮 长长的笑容 深色的皮肤 确实了 长的是这个样子的了 632525984964 没什么问题 再打个电话 1425 OK了 你进去吧 没有任何的异常 这是美杜莎吧 都是长头发 都是蛇 引发饥荒啊 邪恶神啊 头顶有7条蛇 我得数一数 123 4567 好了 这又是一个不带ID卡的 这个没办法确认啊 只能通过这个 SUB看一下名字啊 对不对 好了 在最后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6431 好 无人引答 放你回去 又来了 真的有什么 不一样吗 我总觉得真的 这几个长得都一模一样啊 哎呦我的天呐 我受不了了 但这肯定不是啊 真的我早就放回去了 能不能有一些明显长相 就很大区别的伟人 让我来这个判断一下 好好好 继续我的工作了 继续我的工作了 行 刚刚呢这个正版也回去了 我倒是要看一下 有啥子区别的 朋友们我说实话 这一位伟人大哥 我也看不出来 跟我们的园业主有任何的区别 太恐怖了 但是肯定是不给 不能给你放进去的 我现在找不出来有任何的区别 朋友们我有一个想法 就我们这个大楼里面住的居民 其实都是不是什么善茶 就如果说我们这一关 顺利通过了 或者说没有通过啊 我们下一次就是 割杀五论 全部给他拉走 看一下会发现什么样的事情 好吧 哎 熟悉的这个大手姐来了 好吧 没有问题 大姐 欢迎您回家 没有问题 这个应该没问题啊 哦 来了一个神秘人 不要相信他们 又来推荐他的另外一个广告了吗 谈出了一个 网页 点开了这个链接 后门 这也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i t n i o n 他他上面的这些数字 除了 o n t i就那么几个字母了 然后呢 这个上面秘密麻麻秘密麻麻秘密麻麻 只有一个1945 别的我也看不懂了 然后其实就 给这个滴滴滴的这个组织 打了一个叉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相信 滴滴滴这个组织 就我们服务的这个组织是坏蛋 是这个意思吗 那现在不是 现在其实正确的都 现在是这样的 都已经结束了 都放进去了 其实我我我都已经放进去了 好人我都已经放进去了 现在来的其实都是坏蛋 又来了 哥们 去查一下 好了朋友们 我在网上查到了 说是叫做 具体原因 没有仔细看 我们试试看 对不对 OK 还有问题 这些在罗马数字系统的传统规则下 哪个数字 哪个数字 将使你再写出最大的数字的比赛中 获得 胜利 就哪个数字最大呗 纯是在网上抄的答案啊 朋友们 我完全不懂这个东西 他M 我第一次知道能 能有M表示的 M代表一天 好吧 OK 试试看 对不对 不是我打堆这些东西有什么 所以用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毛茸茸的中卫的名字 最毛茸 还好我身在 互联网时代 朋友们我查到了 这个毛茸茸的中卫是一只熊啊 他是一只熊 所以是毛茸茸的中卫 然后然后他的名字是这个 福伊泰克啊 原来是一只小熊啊 好的 正确了 曾经一位神在大黑暗之际 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瘟疫的寺庙 what the fuck is this 这是我查到的 好的 又正确了 多细胞生物的关键名称 具有克隆 其根进出 这不得 查了一下 这是一个SCP里的 SCP SCP 5 0 3 8 BOOM 还有吗 这些都是中文 我都看不懂 他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查到了啊 4 5 3 6 0 哦回答了他的所有的问题 他给了一个 奖招 那不是有有有有有网就行吗 我以为会给别的东西 你原来就只给一个奖章 谁要你这个奖章啊 浪费我了十分钟的时间 Google 滚 滚 看都不看你 不是 还没有结束 这个恶魔模式是没有结束 这一说法的吗 就是一直玩 直到 你又是谁 你要玩游戏吗 是的 玩什么游戏呢 好的 你解释一遍规则 OK 好 用纸牌完就是把手里面的牌给打光 就可以了 每个回合只能用一张牌 好的 这个是这个作者的 别的游戏只能用 当前大或者相等的牌打出来 赖子牌 JQ K A 好的 任何牌都能胜过赖子牌 好的好的 就是好的好的 无法使用牌的时候就要好的 像Wuno一样的 要抽到三局两胜 好的 我们来试试啊 跟他打一个这个 卡牌的游戏 你先看 看桌子看牌 我先打吗 这个加一是什么 哦 加一就是给他加一了 哎 加一不是给他加一 先 先打 先打个三 加一了 给我的手加了一个一 9 K 我打K 他打二 四 完了第一局他获信了 我已经我有点没有搞懂啊 任何牌都可以 任何牌都可以大过这个赖子牌 给你加一 二 打尖 完了 他赢了 game over了 我我好像对这个卡牌 游戏有点不太擅长啊 不是啊 根本不是被这个 伟人给搞死的啊 我是被这个小丑搞死的啊 输在了不会玩 铺个牌 好了朋友们我们要 实现我们的这个 承诺了啊 我们的这个承诺呢就是 格杀无论 因为我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 我们这个大楼里面住的呢 全是坏人 我看都不看 直接给你抓走 我很好奇这个样子 到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哦 这个就是会出现这个形状 我们 把错误的人抓走了之后呢 他他他就会 墙上会出现一个东西 啊 知道了 有几次机会呢 所以说那个墙上的东西 可能会越变越大 到最后呢 就只直接出 出来把我给扑掉 两下就结束了 两下就结束了 这个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快 两下就结束了 这一次王宝安的这个工作 也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或者说 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频道 都是可以的 那么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